我上班比柯P還早 我是7點就進辦公室 可以看公文 然後看看當天要開會的一些資料 我們畫綠色人員道 就旁邊可能就要禁止停車 其實零體改善不只是綠色鋪面 還有其他一些停車的管理 路邊一些障礙物的清除掉 斜坡道或者是花盆 你前面溝通好像進場到施工的時候 他又站在那個地前面不讓你動 還好市長蠻支持這個案子的 被罵得很慘 主要就是兩個系統不相容 那市長一開始也是要求說 不相容怎麼可以 所以我跟他已經戰鬥了半年 原來的1.0的確是限制太多了 那2.0你看我們現在很快 一下又做到1,200多站 方向是正確的 我們都前面在衝 衝過了現在全台 8,000市都在跟進 宅在一開始前面的一些工作推動上面 總是要去跟地區做溝通 可是他都會到直接的現場 去跟第一線的開說明會 或者是跟里長居民的溝通 他一向都會是跑在前面 那相對的也會帶著 所有的局處的首長就跟著要一起動 所以我想這個是市長這8年來 主要他一直都是帶著 同仁往前衝的一種 一種一種魄力 社宅確實在台北市 我們是獨步的 市長把青年創新回饋 把它放進去 我們永遠領先中央的 就是我們對於新手爸媽 0到20歲脫嬰的這一塊 事實上很多的政策是 中央跟著台北市走 我們有全台灣首創的小家園 優質的大公托 這個在在都顯示 其實台北市作為台灣的首都 我們有很多引導的 這個政策引導的功能 要庫格園 那一身一平板 啟動這個行動學習 譬如說讓孩子 在整個一個網路學習不要漏火 教育可以成為一個城市的榮耀 我們自酬的裁員還蠻穩健的 那自酬裁員的比率也很高 那另外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還債570億 為什麼能夠還債呢 我們其實很努力的去開闢我們的裁員 房地稅制的部分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的改革 那另外我們也很努力去招商活化資產 社宅它需要購地款 所以我們也撥了很多的勾地款 市場的整改建 其實我們都花了蠻多錢的 財政它是一切建設的根本 我想這個公車專輛在拆開了以後 這個國光車站應該也要把它拆掉 北門重現了 三級張庫開拆了 漸漸才有西區門戶計畫 很多人從其他縣市來 一進到台北市 他發覺整個台北市都變了 歷經九次的環評會議 終於在今年的1月19號過關了 所以我就站起來就跟大家致謝 結果沒想到一講那個時候 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突然有一點哽咽 但是就是覺得說好辛苦 我想在柯P底下做事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凡事都要有干特徒 那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自我要求 你已經訂好了計畫跟實成 你不可以因為有一些挫折 然後你就往後演 他覺得對的事情就應該做 像汽機車收費 我相信很多歷任市長是不敢做的 市長所謂的什麼擰過去 他的那個畫的意思就是 你縱然遭受再多的磨難或者是批評 你認為對的事情 你就應該往前走 他會喊出共享率能移化安全 然後我也覺得他 他有用心去思考 他後來畫出那個三角形 那三角形是他畫的 是他畫給我的 其實一般市長這個level 不會投入到這種程度 像我們要做那個杜鵑花節 每年種10萬克 八年種了差不多50萬克 第一年種我都奇怪 我說畫在哪裡 看不出來 然後種到第五年才知道 在三月底的時候 那杜鵑花全部盛開的時候 那就很漂亮 所以我說我們城市的漂亮就是說 你就是覺得漂亮 那你說哪個亮漂亮 你講不出來 台北畫系列 幾月就要看什麼畫 陽明山花劑 再來就是海漁劑 杜鵑花劑 再來玫瑰發展 後天的時候 市民管理的局劃展 我當公務人員跟過柯P市 我第十個市長 他誠信正直嘛 他也不貪污 也不交代事情 也沒有什麼私心 所以使得我們的工作 不會因為有其他因素 來干擾 這是他最主要的優點 我在我六年任內 市長從來不管 我主管跟副局長 主任秘書的任由 其實他一上任 不到半年 他就去看四個特殊學校 我服務了39年七個月 我就從來沒有一個市長說 一上任以後 就去看四個特殊學校 就表示他人還是有溫度 給他們一些肯定 給孩子一些肯定 他看回來以後 他跟我講說 有的一個禮拜 有的就煮掉兩個 他就說這些老師太辛苦了 我們有沒有特別的 保險跟家籍 我昨天半夜打給他 因為我新秘區有個養護中心 我就面對市集減傷 然後老人一直不斷的 長輩不斷的過世 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手掌 我打給他 他跟我的指示是 叫那個去量學養 然後叫我回報給他 我們拍那個學養給他看 他晚上12點多1點多 還在看那個學養 他跟我說這個傢伙不行了 趕快送了 對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 真有肩膀的手掌 不只是長輩 連這個護理師 護理長本身也確診 狀況越來越不好 那無助我打給市長 我想怎麼辦 他冷靜跟我講說量學養 量來給我看 那後來市長一看 他說這不好啊 他說你 為什麼還讓他在那裡啊 我說不知道 報告市長 我們會有那個照顧比 市長破口大嗎 他說人都快死了 你還在1比8 他說馬上給我送走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我們也累了 12點多1點多 就講說市長我們真的累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是他錯 不是我們錯 回家休息 他跟我們講說 回家休息 所以我覺得 他不容易的是 因為我們跟他講 沒有地方送 他跟我講說 可是我錯 不是你們錯 回家 明天再來啊 我很期待下一任的市府團隊 有比我們更多的道德勇氣 台灣社會有一件事情 坦白講滿糟糕 就是民粹太久了 在那公布門立場 我們對於資源的有效跟合理的重分配 長期以來一直是民選政治人物的盲曲 你覺得你在哪幾個層面讓台北市變得更加有趣 第一個財政基地 因為我絕對不再留子孫 所以我每次講說 我們要留下一個使命團給下一代 你看我們在市政會議 每次討論到決策的時候 有正義的時候 我每次講哪一句話 我說好 我們現在如果50年後回來看 現在應該怎麼做決定 每次我講這句話就很清楚 應該選哪一個決定 沒有啊 該做都做了 就這樣 我只是說利用最後時間拼命做吧 能夠做多少算多少算 最後一段時間來認定 好 開始開會 我們是最後一次市政會議了 不過 所以要養人終身反省的文化 暗化在技術上能力上會不斷的精進 一樣喔 認真工作差不多最後一秒 我還記得我剛來當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 在開會以後 還有首長問我說 市長你剛才那個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嗎 我還問他說 啊不然是什麼意思 所以政治誠信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有什麼話跟你的下屬們說嗎 這個都一樣 我最近到哪個地方拜訪都講同樣的話 如果有以前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 請原諒我 因為我是一個相當嚴厲的長官 這個我非常清楚 所以 永續經營它是一種 政治價值嘛 就是不因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因少數人的利益犧牲多數人的利益 也不因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台北已經改變成真了 那我們希望它可以持續發生 沒有 走在別人前面 的確是有成就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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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